自从球展拍了两条非常具有趣味性的video之来 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 今天联合图去是另外美南籍的角色 跟大家带来全方位的体验 你是谁啊 我你都不认识 这就是我们2Future非常有名的Jep老师 带给我们NPA701 整个学期从天黑到天亮 从week1到week1 你讲完了没有 我要上课了 好 我们把现场交给Jep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2Future Education 未来教育的Jep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NPA701 Accounting的Unit Overview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好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 Assessment Structure 在这一个科目的Assessment Structure 是由四大板块组成的 第一是由Online Test的Multiple Choice Question组成 占比重是5%的分数 那么第二部分呢 是Assignment 1 它是由一个1200字的Asset组成 占分数是15% 第三是一个Assignment 2的Case Study 那么它占比重呢 是20% 而到了最后60%的分数 来源于你的Final Exam 大家也知道 这个Final Exam当然是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我就跟大家一起来Go through一下 这个科目所有的Topic 它在Final Exam 它具体都是在考一些什么东西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Slide 701的Outline Plan 里面大家就看得到 一共有11个Topic 但是无论它是什么Topic 那考试其实是考两样东西 第一是考你的Theory 第二是考你Practical类型的Question 那么也有可能是两样都考 所以每一个科目 每一个 不好意思 是每一个Topic 我都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到底是考Theory 还是主要考Practical Questions Topic 1 看的是Introduction to Accounting 我们要知道 我们做Accounting是要在干嘛 我们谁是Accountant 看看分多少种 要帮助什么人去做什么样的决定 给什么东西要帮助他做决定 那么这一方面的内容 是由Theory的形式来考大家的 Topic 2 考的是Record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它是Practical类型的问题 那么Business Transactions 的Recording 到底考什么 就是考你日记上 每一天作为一个公司 会发生非常多的买卖借贷 那么这一些买卖借贷 到底要怎么样的形式来记录呢 Topic 2会教给大家看 到了Topic 3 它的学习的内容 就转向了Adjusting Entry 跟Closing Entry 那么它是承接着 Topic 2的Daily Entry来学习的 Adjusting Entry学习的 就是到了一个月底的时候 我们作为Accounting 应该怎么样去调账 才能够让他的账 变得更加精确 而Closing Entry 看的就是怎么样去调完账 过后去结账 它也是以一种 Practical的类型考大家 Topic 4考的是 Special Journal Subsidary Ledger 跟Conceptual Framework 我们先讲 Special Journal 跟Subsidary Ledger 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记账方法 到底有多特殊呢 科目内容里面会详细讲解 但是整个Topic 4的重点 是放在了Conceptual Framework里面 Conceptual Framework 就相当于我们做会计的一本 终极版的Test Book 它会在里面教会大家 所有做会计需要掌握的重点 那么当然也是以Theory的形式来考大家 Topic 5它的名称叫做 Internal Control Cash and Cash Budget 它是分两大板块 第一大板块是考Internal Control 翻译成中文 Internal Control就是内部管理系统的意思 那么譬如说 如果你有一天做了一家公司的CEO 做了一家公司的CFO 那么你想要把你内部管理系统 整理的好一点 那么你就要学习这一张前半段 Internal Control到底要干嘛 它是以一种Theory的形式来考大家 那么到了这个Topic 5的后半段呢 主要focus的是看Cash and Cash Budget 那么它是以Practical的形式来考大家 那么Cash跟Cash Budget主要是考什么呢 是考怎么样去通过银行对账单 来抓我们公司里面 有没有偷钱的内鬼 那么怎么样看的话 那科目的detail会有讲解 Topic 6名称叫做Accounting for Receivable 那么大家应该也能很容易看得出来 Accounting for Receivable 重点就放在了Receivable Receivable翻译成为中文的话 那叫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是什么 它是如果我今天把一个账物卖给你 或者说我今天给你提供了一个服务 但是你却没有给钱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就有了一个应收账款 我应该从你身上收回来的账款 但是我还没收到 那么接下来我没有收到的话 要怎么样去记录它 那么接下来以后我30天之内 或者说60天之内 我怎么样把这个账款收回来 给我再记录 那么这个就是Topic 6所讲解的内容 万一如果收不回来 赖账怎么办 Topic 6也会有详细的讲解 当然Topic 7跟Topic 8 它们其实是一个大的Topic 它很明显学习的就是Inventory 好Topic 7是Inventory的Part 1 它主要看的是Inventory的Transaction Recording 问题来了 第一什么叫做Inventory Inventory就是你的存货的意思 或者说是你的库存 如果你卖的是汽车 汽车就是你的库存 如果你卖的是香蕉 香蕉就是你的库存 那么如果你今天有买卖香蕉 或者买卖你的库存 又或者说有退货进货的话 应该怎么样用Business Transaction的方法来记录它 那么这个就是Topic 7 Transaction Recording of Inventory 要学习的重点 到了Topic 8它就不是在学习怎么样去记录Inventory的Transactions 而是记录或者说是计算 怎么样用FIFO LIFO跟WAC的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成本 那这个是Topic 8所学习的内容 但是无论是Topic 7还是Topic 8 它重点都是在看我们怎么样通过记录或者计算 来学习Inventory的一些Transactions 好到了第九章Topic 9 学习的是Accounting for Non-Current Asset Non-Current Asset翻译成中文就是固定资产的意思 那么譬如说如果我买了一辆车回来 我打算用它超过一年的时间 或者说我买了一辆电脑回来 一台电脑回来 那么我打算用它超过一年的时间 那么只要超过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把这个资产归类为Non-Current Asset 固定资产 那么如果我买Non-Current Asset怎么记录呢 Topic 9会跟你讲 如果我卖掉Non-Current Asset怎么记录呢 Topic 9也会跟你讲解 那么这个就是Topic 9的重点 Topic 10是最后一个practical question的topic 他学习的是Accounting for Liabilities Liabilities French中文就是债务的意思 那么作为一个公司在运作 你会欠非常多人的钱 比如说欠银行钱 欠供应商钱 或者说是欠你员工的钱 那么我欠这几种人的钱 具体要怎么样去分类 跟怎么样去记录 或计算他的金额呢 那这个是Topic 10所讲的内容 好最后一个topic是Topic 11 他学习的是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acial Analysis Financial Statements翻译成中文叫财务爆料 那么我们之前从Topic 1到Topic 10 学习的所有的东西 总结出来成为一个Summary 这个Summary就是叫做Financial Statements 而Topic 11就要教会大家 Financial Statements到底有多少种 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总结 那么做完了这个Financial Statements 过后我们还要学习的 就是怎么样用Racial Analysis 怎么样用分析比率的方法 来去读懂Financial Statements 去从数字里面看故事 那么这个就是Topic 11 所会考大家的Theory的内容 好那么这个就是 701 Topic 1到Topic 11的 一个大概的overview 那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学习是文艺术 考试需要技巧 留学生改变世界 这一条 最后一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